C小瓜 歡迎來到我的這個時尚世界 今天我是主持人C小瓜 今天要帶大家去高雄大寮區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就是大寮捷運站 那其實我是住在高雄已經八年了 因為我讀大學嘛 然後讀的是樹德科技大學 然後在男子雁朝那邊 但我真的沒有來過大寮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行程 那今天要體驗的就是在地的文化 那也是第一次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看 究竟大寮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還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呢 我們現在就出發 Let's go 我們兩個花著船的彩虹 好甜喔 這個都是每天早上新鮮的 對…現菜… 我以為在吃哈密瓜耶 甜脆 而且色素它不會殘留在 我們的牙齒跟嘴唇 我們的花呢 我們也可以下去做菜 你看 哇 怎麼會很像高麗菜啊 我們可以說是 我們大寮版的天空之材 天空之材 它被乘風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所以變成是 我們現在大寮人的一個寶藏 現在來到的是修車場 但其實我們要去的是彩菱角 那為什麼要來修車場呢 我也不知道 而且突然就有一個反手了 平常我都是活在一些比較 都會區的地方 比較少來拿反手 那那個大哥說 要跟我約在這邊採菱角 那我現在就來看菱角在哪裡 那我現在直接去找大哥 Go 這樣你現在要去打架齁 大哥 我來找你囉 大哥 是嗎 不好意思耶 我要來採菱角 你怎麼約我在這裡修車場啊 沒有 我以為這是我的第二專長 你的第二專長是採菱角 重菱角 不好意思 你有這個菱角的這個開平器是不是 菱角開平器 這是專用的 專用的 我這個可以開嗎大哥 那個不行 我修車修三十幾年了嘛 對 看到那個爸爸那個 田地 沒有人再給他做啦 我就 結這個家族事業 對 結 做一做就 聊了給你 聊出興趣出來了 然後就開始賣 然後就叫做 黑手這個農夫 黑手農夫 這個黑手農夫 是一個 一個自由時報的記者 幫你寫的 幫你寫的 對啊 我記得一般客人說 你的臉角這麼乾淨這麼好 這怎麼會黑呢 黑手的就是在修理車 他說給修理車 還來在捲黑家 他就給我 起名這個黑手農夫 好的 因為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邊有一區菱角區 那邊也有菱角區 大哥為什麼要分兩邊啊 我們的菱角有分那個等級 對 這個是一級的 一級的 比較好的就是拿來那個 真煮 那比較那個 辦相比較不好看的有沒有 黑手農夫 就拿來那個煮湯 白銀的 這是要煮湯的 好看的就是一級的 就會拿來做這個賣的 然後現吃 然後這種圓圓的就會拿去煮這樣子 對 那大哥我覺得你那個剝的很厲害 我也想要剝剝看 我要體驗一下這個 剝菱角 第一刀下去 給它搖一搖就能打開 一刀而已 是這樣 真的 你都沒有割到耶 沒有… 超漂亮的 我要試一下大哥 給它打下去 有一點要穿通的 因為你要穿很裡面 對 要注意到那個手 要搖… 不要哄大力 你一般一點 來…你看… 師傅我好了 開了你看 那剝完大哥 我可以直接試吃嗎 可以… 這個都可以吃了 後面可以用那個尖尖的 給它挖出來 如果很乾淨 好甜喔 這個都是每天早上新鮮的 對… 限載限煮 而且它不會卡在裡面 完全是非常好拿了 那大哥我想要去田裡玩 你可以帶我去嗎 什麼 去田裡玩 那採檸角可以 那我要去採檸角囉 可以… 帶我去囉 OK GO 我原本在收在車 小朋友都賺錢 我沒有關心一大人在做什麼 有一次我騎車在這裡過的時候 我禮拜時就去問我爸爸 還在這裡做 我爸爸做的餐 跟隔壁 差這麼多這樣 雜草一堆 我在想說 爸爸做不去 腳會這樣 我就開始做 爸爸看到我做出興趣來的時候 就知道我 叫我去做檸檸角 他說 正靈角比較好談 在我你沒錢沒關係 你車有收你 收你不收你 你如果正靈角收去不好 這樣更是撩下去 我現在下海囉 來 第一次的檸角田 大哥 如果 Tell me 大哥這裡好深喔 還好 大哥說不能踩到他的根 我是說檸檸的根 大哥 這個洞嗎 對 對 再來 再來 大哥這個 沒有沙漕 來 你站起來這裡都有 這有檸檸 有 這個 這個最多 你看 三個 這三個 你看 有沒有 對 都不一樣耶 差不多 一個禮拜到十天左右 就可以長成這樣 對 這個 這個大概要 差不多 三個禮拜 不知道是幾天 你看 那邊有一個 一朵 白白的 從開花 到這邊 可以採的話 可以 我們要採的話 大概四十天左右 四十天 為什麼可以採 這邊 比較 淡一點 這個就比較深 它紅 但為什麼我們吃的時候 是黑色的 對 你問到重點 菱角煮了 就變成那個黑了 就像蝦子一樣 有沒有 它會變色 採起來 都是紅 紅色 深的都是紅色 所以才叫彩虹嶺 對 答對了 你要不要唱一下大哥 好 來 嘿 我們兩個 滑著船的採風 OK 我來 我怕誰啊 大哥你也有採花耶 我可以 那大哥我們要採了嗎 這個 這個 你要採 直接撥嗎 壓下去 壓下去 要壓囉 壓囉 這個你回去很好吃 像這個 為什麼不能採 你看 還沒有成熟 成熟的腳是硬的 會刺人 會刺到人 對 這個是暖的 還不夠成熟 所以我們知道 你們看不出來 我們看得出來 教你一步 我都給你學會了 我沒幫你想學會 不要給我 你看 你看 它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 就是不成熟了 爬了 爬了 粗粒腳輸了 粗腳縮的 這個 成下去的比較好 我們那個用蒸的 你看 有成熟跟沒成熟 一個是會浮起來 一個會沒浮起來 這樣 對 很感謝 愛家園 跟我的理念 有一樣 幫我推廣 因為 我做的就 跟別人不一樣 你看我的 旁邊可能都糟了 但是 我的印象就是 種植不重量 我的連隔數量比較少 但我的連隔就是乾淨 一般連自己吃的蜜 沒有那個香味 因為蜜有去送 去學習 所以怎樣種出 河水的菱角出來 是這樣那個青農 我們才有收益 不然烏龍太辛苦 產量那麼多量有沒有 賣不錢 辛苦 好的 今天下午已經跟那個 黑手農夫去採這個 採紅菱 然後菱角 那它可以除了清蒸以外呢 還可以用炸的 還可以煮湯 但沒想到它竟然還有 另外一個功用 就是菱角的殼 可以拿來畫畫 讓我們早上歡迎阿美姐姐 好 今天妳要教我畫畫是不是 對 要怎麼畫呢 要怎麼畫呢 把這一塊布是什麼顏色 白色 白色的 好 妳好像朵拉 好像 對 那我們要把它怎樣 用菱角來 菱角 菱角的殼 把它煮出來的 的顏色 把它滷出來的 把它滷出來的顏色 對 所以我們先 第一個動作我們要做 綁染 那旁邊這些都是材料 所以有彈珠 彈珠 石頭 大彈珠小彈珠 像餡也是可以的 對 用來放 還有這個筷子 跟這個冰淇淋的棍子 對 都可以做 我們要先把它這一塊布 折成正方形 好 我已經折好了 好 中間的角 三角形 會不會要折扇子啊 折的時候要一直 越折越小 對 以上 以下 還要再反邊 對 就是這樣反邊 這樣一上 好 再來 再反過來 然後就一直這樣反覆地折 對 就反覆地這樣折 折成一個像紙扇的方式 對 姐姐我這樣是對的嗎 對 拿橡皮筋 拿橡皮筋 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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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所有的中午吃的菱角 把它的力氣都使出來 所以現在都會有很多小朋友 一起來學這個 對 因為我們在這邊有一個 親子供學棠 那現在媽媽都很喜歡 帶小朋友 手作 出來做這一些的體驗 我們現在今天做的這個方巾 這個方巾可以拿來當手帕用 對 或者說你可以來做一個包 打包的東西 打包 你說 打包的東西 打包 你看我們桌子上的這個就是桌巾 這個桌巾 這個就是了嗎 對 你看我們這個桌巾 也是喔 也是菱角染的 對 也是菱角染 那白色的這個地方 這就是筷子 就是它的線條 對 就是它的線條筷子 姐姐我這樣對嗎 對 完成 OK 可以 好 那我們就準備要放進我們的 鍋子裡面 好的 因為剛剛姐姐說 我們就是要準備染布之前 她想說 太熱 天氣太熱 消個火氣來喝個鮮草茶 鮮草茶 姐姐這是鮮草茶嗎 對啊 你看 真的像嗎 又這麼香的味道 超香的 來看一下是什麼 這個是菱角的殼是不是 對 菱角殼 那這個要先曬乾 再拿來煮嗎 那一般的話 我們都是拿新鮮的 如果要馬上來 就新鮮馬上來煮 那剛才我們外面曬的呢 因為我們就是要保存 因為我們隨時有活動要進行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它曬乾 那今天這一些 我是拿新鮮的來煮的 而且姐姐說這個要煮三個小時 才可以把它的色素把它煮出來 才可以做染布的動作 對 那現在我們要把這個菱角撈出來 對 這個菱角殼 要把它撈出來 放在這裡面 就是直接要丟了嗎 對 我們就直接丟 好 那我要先唸一個咒語 給我一個漂亮的染布板 然後丟嗎 丟 要把它攪拌 要讓它攪拌 讓它整個布的均勻度 讓它染出來的顏色可以均勻 最後染出來的成品 一定會是自己最滿意的 好的 我們一個小時過去了 所以我們這個布已經染完了 煮完以後呢 它就會是長這樣子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再丟到這個桶子裡面 再讓它做定色的部分 然後就是需要花費時間是多久 大約十分鐘 十分鐘就完成了 對 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打開嗎 對 之後呢 就放進這個水裡面 再幫它洗一洗 洗一洗 對 好了 有 有看到我們盆子裡面有剪刀 有 橡皮筋這樣剪 對 那就順著你的布的綁法 這樣就慢慢把它打開 Oh my gosh 這是什麼樣的圖案呢 好期待喔 哇 你看 好冷喔 漂亮 對 所以剛才有兩個的形式 你的這個好像比較漂亮 這個妳 好 好 這個就送給妳 姐姐的比較漂亮 然後就可以當作自己的小方巾 可以擦汗 對 然後去旅行的時候 就非常的漂亮 對 而且又可以變成獨一無二 自己的專屬的 是啊 就不會撞 更加撞那個顏色 或者是圖案 對 是 它是工藝專療廠 我們可以說是我們大寮版的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就是宮崎駿的那個動畫 對 它被塵封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所以變成是我們現在大寮人的一個寶藏 對 因為現在已經有好多人知道有這麼樣一個景點 很多婚紗都會來這邊拍 新人到這邊來拍一下 Pose 這邊 時尚的王貝強 多好拍 很好拍吧 那這邊地方就是一個除了拍照的地方以外呢 它是一個窯 那它這邊就是專門烤披薩的 開玩笑的 我們不要亂說話 它不是烤披薩 它是有一個非常就是特別的故事 然後這邊就是在大寮一個地方 這個很有名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需要一些懂這些故事的人 來幫我們分享 讓我們歡迎蔡理事長 蔡理事長 我們想要問你一些問題 嗨 小瓜好 歡迎你來大寮 這邊呢 是不是它有很多故事 然後這個地方叫什麼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說是 我們大寮版的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就是宮崎駿的那個動畫 對 那它是工藝專療廠 但是聽說它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是什麼 它其實有一個洋名字 叫做霍乎曼窯 它是由德國的一個工程師 霍乎曼先生 他所延伸出來的一個窯的一個形體 形作 是 但因為台灣都喜歡把它弄成 原型八卦鎮的感覺 是這樣嗎 對…所以 另外一個名稱 通常大家就俗稱它叫做八卦窯 從青雕時代 就漸漸有人來大寮 做耕種啊 做一些食材 在青雕時代 我們這個地方是叫做 小鐵雄梨 喝風的小鐵雅梨 一直到什麼時候 怎麼出現大寮呢 因為我們這寮 高坪市 每一年都經時做大水 整個平原區會氾濫 所以 來這裡做一些人 他們並不在這個大寮平原 這裡起床 但是會大寮啊 所以 自我們大寮的 百翁到南的 大概就有這個 客博寮 有這個 丁大寮 鵝大寮 還有一個 中秋寮 所以因為 很多很多寮 所以 大家 就打這個 所在 合遷叫做 大寮 所以大寮這個名牽 就是對 日本時代 它開始有 大寮這個名牽出來 這樣 我們早期的話 這個窯 通常我們就是 呃 呃 像我們小時候 這玩 土的窯 這樣子 疊疊疊疊 疊了一個 小圓形 一個小圓形 橢圓這樣子 對 就像一個包子的形狀 所以我們也稱它叫 包子窯 或者 這個 這個是 可以說是我們第一代窯體 那 第二代窯體呢 就是 在我們 離這裡不遠的一個 瑞隆 瑞隆端窯窯窯 那 它是 它是 我們稱它叫做 燈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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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也俗稱叫 眼睛 眼睛 木子窯 眼睛窯 它是一個長條形的 長條狀的 所以我們俗稱它叫做 馬瓜窯 但是 因為它的 產質也沒那麼的好 又在進化 所以在時代又在變遷呢 就到現在這樣子 通常它就把它轉型成這個 三代窯 就是我們俗稱的 八卦窯 那它的產能比較高嗎 對 因為這個八卦窯 它可以 就是一年365天不停火了 它就是用輪替的方式 這個地方在燒 可能後面已經開始在進生坯 一個窯門一個窯門這樣子一個 去運作然後沒有停水 對 所以這個工人365天都不用休息 但現在的狀態社會進化到現在 已經變成就是直接科技做的 是不是還是一樣有樣 剛剛有說到 這個算是第三代窯 那台灣來到了 應該是我們賽羅馬颱風之後 對 漸漸漸漸的採用磚頭的 就量比較少了 就是變成鋼金水泥 對 這個窯就慢慢慢慢的就停產 然後 因為它沒有轉型成功 所以 所以它就被這些樹木 對 動物給站起來了 就變成他們的家 但是現在也變成是一個非常 著名的觀光景點對不對 是 對 就因為它停產 就因為它被塵封在這樣的一個 世界裡面 所以變成是我們現在大寮人的一個 寶藏 對 因為現在已經有好多人知道 有這麼樣一個景點 甚至也有很多婚紗 都會來這邊拍攝 新人到這邊來拍攝 這個大寮愛家鄉協會 我們在推展文史方面 也是我們一個重點的任務 所以 我們這個協會跟我們社區 其實 大家結合 我們成功地保存了兩座的 這個歷史建築物 這一座就是 這座是共藝磚藥廠 共藝百貨藥 另外一座就是 瑞榮木子藥 脈仔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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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大家的努力 我們成功地把它保留下來 變成歷史建築物 所以我們愛家園協會 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這些人類的文化儀器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 我們很精緻的一個 磚藥的小旅行 這也是我們在推薦的一個活動 來大寮 就是要讓你們紅紅紅 第一個紅紅是要請大家來看紅藥 第二個紅就是要請大家來吃紅豆 第三個紅是希望大家可以喝到 紅紅紅的紅紅紅紅的褲子 所以來大寮就讓你紅紅紅紅 立刻來現切 大哥小心喔 你看一下 哇 哇 這個超紅 而且你看超好剝 哇 很甜耶 甜脆 而且色素它不會殘留在 我們的牙齒跟嘴唇 我以為在吃哈蜜瓜耶 就是它這個切的部分 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片 現在扎實 今天又要來時尚的步伐 拿著一把剪刀 我要來做什麼呢 來走秀 來走秀 我的頭髮 來走秀 然後看到旁邊那個刺刺的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仙人掌 其實這 該不會是仙人掌本人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帶了一把剪刀 但因為感覺好像這邊有一個大哥 不然我們就來問一下好了 請問大哥不好意思你在這邊幹嘛 小瓜主持人你好 我來剪紅龍果 蛤 剪紅龍果 火龍果的台語怎麼說 紅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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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灰龍果 灰龍果 灰龍果 這個是要怎麼來剪這個 這個齁 小瓜主持人好教你 我帶這個就是要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齁 我們要從它中間這個梗 把它剪 開口的地方把它插進去 然後走秀用力 用力就可以了 然後左手扶著 紅著這個火龍果 來 你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梗 這邊有一個梗 對 它這邊有一個梗 它會講笑話是不是 這裡有一個梗 這邊要把它插進去 對不對 然後直接剪斷嗎 直接剪斷 然後呢 這邊再稍微修一下 一小刀 修一下 往下一撥 好 Oh my God 直接打開給大家看 這個紅龍果有多大顆 對不對 大哥這個要這樣打開對不對 有像筆筋 大哥這個要種一個 要等多久才可以收成 它從開發到結果要45天 這麼短 一個月喔 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 你看超大顆的 大哥這個感覺就是超好吃耶 要說話 從小時候我們就都做起來了 它都富家 四大人本身做的是 煎紅梅 煎南波辣 看他們都一直廚化 這個喔 化學農業 現在身體都不好 我不知道 他想說 沒有自己來翻這塊 這個人都做五度的 一開始做 也不太好做 四大人反對 你現在看到的草花 都是我保留下的 四大人看不下去 老一輩人看不下去 說 那種草花吃了 那草花吃了 他說不會 那草花大顆 我們再把它噴下去 它倒下去 它死以後 換豆腐再吃 循環 因果循環 比較有這個念 看他們這樣 都在廚房裡 我們要做沒有廚房裡 對大家身體比較好 對消費者 吃到我們的品質 也有一個保障 雖然說 賣相不太好看 不過來 我們是 真材實料的東西 不能去人欺騰 所以我就這十年來 都一直堅持一個觀點 就是說 我們做應該做的 不應該做的 我們不要去做 這樣 那一顆它這樣 可以長幾個火龍 一顆它可以長很多顆 但我只把它留一顆 因為這樣子比較大 比較大 可以吸收比較多養分 養分都給它 那你這樣子很不划算 這叫做撒農夫 撒農夫是什麼意思 很笨的農夫 很笨的農夫 就是你 很笨 但其實你是想要讓它 整個非常的養分 都吸收在這一顆 養分都吸收 給消費者品嘗 那大哥我都講很想吃了 你怎麼還沒有切給我吃 欸 來來來 很棒 你說現在吃嗎 現在吃 你怎麼有刀子 你怎麼 誰先有什麼東西 江湖 船水中的江湖一把刀 立刻來現切 大哥小心喔 你先啊 哇 哇 紅色的 哇 超紅的 馬上就要吃 這個超紅 而且你看超好剝 哇 很甜耶 甜 脆 而且色素它不會殘留在 我們的牙齒跟嘴唇 我以為在吃哈蜜瓜 就是它這個切的部分 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片 而且扎實 皮非常的薄 你看 就是這個只有在雞排 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態 可是大哥這是火龍火雀 可以有這樣的收成 我覺得很棒 而且我們的零片喔 你只要把這個去掉 這個去掉 然後把這個皮 切丁下去炒蛋 它的皮比肉還硬 花青素更多 你說這個皮可以吃 為什麼 要炒 跟炒番茄一樣 真的假的 我沒有吃過耶 有空了再炒給你吃 你說去你家嗎 大哥我們要去你家吃 這樣好意思嗎大哥 我在吃免費的 那這個是 就是它的產季是什麼時候 每年從五月到十一月 那我只採收三期 中間那一期 我們會給愛香協會去賣 讓他們有一個收入 你又有愛心耶 你長得又帥又有愛心 然後這個又做得很好吃 賺錢不是重點 重點啦 因為你很有錢 不能講有錢 大哥不好意思說 不能講很有錢 一點點有錢 一點點而已 然後呢 你就說要給他們 有一些收入 他們因為他剛 創辦這個協會 也還沒什麼經費嘛 那我們就 我收頭尾期 那中間那一期 就給愛香家園 那貢獻一下社會嘛 錢再賺就有了啦 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平常也滿喜歡 我在社區裡面是做那個 志工隊長 哇 你很棒耶 那這個禮拜又要 社區又要打掃了 所以自己也沒什麼時間 有空就來 可以裡面走一走 然後去社區掃一掃地 大哥你講你的 這件我幫你拿 這個很重 有辦法嗎 你繼續講 你怎麼沒有講完 你做一些協會 志工然後來田裡走 然後呢 很有趣 然後 我也是很歡迎各位朋友來 來這邊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這邊還有那個翁仔雞喔 自己養的 然後去店裡面 教人家幫忙殺 你又養雞 又種這個水果 你種不種多才多養 因為我採用那個 共生方法 共生 在農田裡面共生方法 就放一些雞 然後讓他們去吃炒 吃有害的蟲 吃有害的蟲 所以你剛剛 水果就很 看到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麼一點點黑黑的 漂亮黑黑 這個黑黑的 這個就是被那個金龜蟲 金龜蟲會吃火龍果 金龜蟲它開花的時候 它就把它的葉片 那個汁已經吸掉 然後它裡面有毒素 所以這個尾巴 看起來就會醜醜的 所以 現在這樣就是有蟲吃代表 沒有撒農藥 從 吃完剩下我們 就是我們的 蛤 從吃完再給我們吃 這樣好嗎 吃剩的 大哥我這樣吃是對的嗎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吃法 對 你如果從這個地桃 這樣吃剩的 它會有一點點微微的果酸 下面 然後 對 那上面呢 上面的話它就甜 上面是甜的 甜脆 甜脆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是方便吃 對 但它還有什麼其他產品嗎 還是就單吃 如果這樣子的話 是吃果 還有肉這個去炒蛋 對 那我們的花呢 我們也可以下去做菜 它的花粉 沒關係是不是 都藏在裡面 你看 怎麼會很像高麗菜啊 那這個都還沒有汙染 那飯店那個濕溫 它就是用這個下去 去炒菜 用炸的是不是 對 用炸的然後用炒 它整個花朵 火粉包在火裡面 沒去受空氣 汙染 那是最好的一種素材 所以有的人都會先汆燙過 去炒新料 去哪裡可以吃得到 現在疫情的關係 飯店都關門了 吃不到 就沒有 所以要等疫情好了以後 就可以有機會吃 如果想吃我可以再請大家 我們有那個愛心媽媽 他們也會做 就除了菱角以外 我覺得像柴火龍果也是 就是我平常都只能在水果店看到 我沒有辦法真的清零到現場 去撿那個火龍果 就覺得超好笑 然後就是超好玩超有趣 好笑的點是 每一位這些大哥在地的 不管是姐姐們 哥哥們 他們都對我非常的友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想要輕旅行的話 對於常住在都市的朋友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像這個染布啊 它都可以讓我體驗到 平常不會體驗到的一些事情這樣 今天真的很開心 然後可以度過這麼有趣的一整天 拍按摩 guide你的雨 收藏 也在的小福 加上 2 很容易 加入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